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基础课程 那上一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HMASTER HBase一些其实组件 比如说它的什么是HMASTER 什么是Raging Server 以及什么是Raging 以及各自负责的一些工作情况 那么这一章节呢 我们仍然去给大家介绍这个基础知识 那我们会更加进入的深入 里面一些内核 比如说什么叫做Table 什么叫做Family 列足Family 什么叫做列 什么叫做版本等等 那这是我们本章的课程 那我们会看一下我们这个基本概念 这是我们的一些目标 那么表空间是什么 表是什么 列足是什么 列是什么 以及什么是Raging 那么我们看这个名词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我们都学会关系数据 对吧 关系型数据库里面都有表空间表 但是 没有列足这么概念 我们会有组件 对吧 那在HBase当中 这些东西 如何去存储 如何去展现呢 我们这些课呢 我们这些课呢 将大家 大家主意剖习一下 这里面一些内涵 好 那么表空间 在关系数据库中啊 表空间我们称为Namespace 那在这个HBase当中呢 我们称也称之为这个Namespace 它呢和这个关系数据库啊 基本上是有相同相类似的用途啊 表空间 但是呢 在HBase当中啊 它有两个默认的表空间 我们称之为 HBase和Default 那这个表空间是干什么呢 HBase 那我们一听就能明白了 这是HBase 系统自己用的 对吧 系统命名表空间 用于包含HBase内部表 那Default呢 它是我们 业务系统 自己定义的表 如果说你没有创建表空间 那它就会归纳到 我们这个Default 这个表空间目录下来 是这个表空间 那么表空间 在HBase当中 归根结底 它就是一个文件夹 和表很类似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 再看看这个表 表呢 HBase 它表啊 它是一种 一表显示存储数据 表在HFS当中呢 它是以文件夹显示存在 那我们 这个先看一下 为了呢 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 我们看一下 HDFS 我们看一下HDFS HBase 我们还记得我们这个数据是放在HBase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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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Hadoop的数据了啊 我们这时候我们再配置 HBase Sightler.xml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HBase root里面前面是不是有个HDFS的地址 然后后面一个-HBase 好 这就是 我把这个数据存在 HDFS的这个地址 那我们先看一下 HBase 看到没有 这呢 有谁有文件夹啊 有文件夹是什么用途呢 我们先不去介绍 我们看到里面有data 这个data目录 我们再来看 data目录里面有什么东西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呢 到这里 这个地方是hpsdata 这是一种定义的一个路径 后面呢 会有什么 会有default和hpsdata 这是两个表空间 对吧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hpsdata有两个默认的表空间 一个是hpsdata 一个是default 那么hpsdata里面 既然它是系统内部表 那么它里面一定有表的存在 对不对 那表呢 在我们后面又说 它是以文件夹形式存在 那我们看一下 我如果说 我们进到hpsdata这个目录上面来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我们进一幕去看 大家会看到 里面有一个叫做 meta表和namespace的表 好 那我们再到meta表里面去看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个meta表 这是它是一个数据 我们再进到这里面去看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点regin info 点info 这它的一个列组了 对吧 这里面就列组了 那么这个就是很简单 就是它的regin 对吧 就regin 那这个时候呢 这就是表的一些概念 那我们这个我们再打开这个pbd 这是表的概念 那表那里哪些组成呢 它表有rokey 有列组 有列 有这个 数据 那表呢 它有一个特点啊 比方说它是一字典排序 rokey字典排序 那表呢 在这个 行上呢 分割为多个regin regin 按大小分割 刚开始呢 就一个regin 所以当你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它会逐步去分割 这是表的一些这个特性 那么为了这个更直观的去帮助大家 去理解表 那么我们先通过这个 通过hps来创建一个表啊 我们虽然说还没有学到这个 呃 还没有学到啊 这个hps的希尔 但没关系 我们先提前啊 用一下 我们这个是为了大家呃 这个命令大家记不住 没关系啊 我们后面会讲到希尔命令的时候呢 会去讲 那我们现在创建一个表啊 叫做 create math 我们有一个列组 f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叫math hps 我们叫math 我们叫math 我们Table 有列组F 我们创建这么一张表 好 那这个表呢 已经创建完成了 我们再到 我们这个HDFS上当中来看 是什么一个情况 HBase 对吧 现在是个Data摸录 那我们在创建表的时候呢 没有指定任何表空间 那么这个表呢 应该放到Default 这个表空间下面 对不对 好 我们到这个Default表空间下面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 看到一个Math的 这个叫MathTable 这就是一个表 在它的数据呢 存在HDFS上中 它是以一个文件夹形式存在的 它为什么是文件夹呢 学我另一个人都知道 第一个字母标是什么 D D表示一个目录 一个目录 那我们 这边你们看一下 MyTable 这就是我们一个 Raging的编号了 这是一个Raging编号了 它是一个MD5 这个表明MD5值 那我们这个表呢 已经穿进好了 对吧 已经穿进好了 那我们到我们这个管理界面来看一下 我们到管理界面看一下 我们看我们的Table 是吧 表空间默认Default表明Table 我们点开这个表明 我们会看到 有这么一串数字 最后这么一串数字 是吧 最大最大数字 是要F5 F5 8F结尾的 我们看我们这个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Raging的名称 那我们进去过后呢 就看到什么呢 我们先不进去看 我们接着我们的PPT往下去说 那我这么去说呢 大家就应该能理解了 表在HBase当中 是什么一个概念 在HDFS当中 它是怎么样去存储的 这个大家应该有所理解 那么我们看看表的存储方式 这是HBase表存储模型 那我一个表里面 会有多个Raging 那我们前面讲的Raging是什么 对吧 那每个Raging呢 它可能会存在 不同的Raging server上 是吧 是它一个基础存储 最基础的存储模型 那么当这个Raging啊 不停的变大的时候 因为你写数据 它又会变大嘛 对吧 变大过后呢 它是不是得拆分呢 那么拆分过程 谁来执行 对吧 HMust 它来执行 它把你中间一分为二 那放过这个Raging放什么地方呢 也是由HMust来执行 放到不同的Raging server上去 那这是一个表的存储模式 那这是一个表的存储过程啊 存储模式 那我们再看看列足 列足 这个是呃 在这个 关系数据过程中是没有的 在那个NoSQL当中啊 有这么个概念 列足 它这么定义呢 说HPS表中的每个列 都归属某个列足 那说每个column family 也是每个列足啊 在HDFS当中啊 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文件夹 必须使用 你如果说你要去创建一个列足 你必须在这个 定义表的时候创建 那我们再再验证一下 到底这个列足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东西 为什么我们说的说 它是一个单独的文件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到这里这一步是吧 这是不是我们Raging呢 我们Raging下面是不是就到我们这个 列了 列足了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啊 这是我的一个看到没有 我的一个表空间 default表名 mats下发现table 我这个Raging名称 后面就到我的列足了 是吧 这就是列足的概念 它其实是 以文件夹形式存在 这个hdfs当中 那比如说啊 我们这样去定义啊 写数据的时候 所以我定义一个 info name info冒号name info冒号age 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name和aj啊 它是谁列 它是属于info的列足 这样去使用 那我这样的话 就这样使用 以及这样存储方式 那是不是觉得我们就能理解了 为什么你要在表创建的时候去定义好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穿进文件夹嘛 你不穿进文件夹后 我的数据放在哪呢 对不对 我的数据放在什么地方 那这是列足和列的概念 那我们最后一个最后一个Rawkey Rawkey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关系数据空的一个 一个组件啊 一个组件 那么当然了 它在HPS当中啊 它是以字节形式保存的 那么 最大长度是64K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以这个 10到100K啊 来存储 一般是10到100个字节啊 100个字节 来存储 但是Rawkey呢 有两个特性啊 有个特性 一个特性啊 它是按字典讯序 从小到大排序 啊 按字典讯序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那什么是字典 字典讯序 举个简单例子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要插入啊 我要插入这个 我这样插入 我先插入Rawkey是一 我再插入Rawkey是五 再插入Rawkey是二 再插入Rawkey是三 我是这样先后顺序去插入 那么在Hbase当中 它怎么去排列的呢 它是这样排的 一二三五 啊 这样排列的 看字典大小去排序 从小到大排 这就字典讯序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因为后续的很多优化啊 但凡你去面试 你去说你会使用Hbase 他都会问你这个问题 Rawkey有什么特点 你在应用过程中 如何去设计Rawkey啊 这是一个核心点 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 按字典 按字典 那么有个设计要求 也就是你Rawkey啊 要散列原则 目的是分布到不同的Raging当中 也就保证你整个一个负载均衡啊 这个是我们后面也会给他讲到的啊 但是呢 这里呢 大家只要记得 你心中只要记得这么一个概念 设计要求 因为整个Hbase啊 核心点 就是如何去设计Rawkey啊 各大这个培训啊 各大书本都讲 Rawkey怎么优化怎么优化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说出来 我如何做的Rawkey设计 是一个很完美的啊 目前为止啊 没有人说出来 因为会随着你业务的需求不同 Rawkey设计方式不同 但是呢 你只要记得这么一点 按字点 从小到大排序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也签到这里啊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些这个基本的一些概念啊 我但是呢 大家只要记得一点 不 不管是表 还是列足啊 它都是以文件简单形式存在 HDS当中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 还有Rawkey是字典讯息排列 那么这些课呢 像到这里啊 大家呢 呃 课后呢 一定要去对着这个PB 对着视频啊 仔细理解一下 理解一下 特别是这张图 大家一定要 脑中一定有这张图 然后呢 你去试着去 比方说 根据我的思路 哎 我如何创建那张表 这个流程什么样呢 哎 大家脑中试着去运转一下 好的 那么这些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